5月初 马先生在天猫养车官方旗舰店买了两条邓路普汽车轮胎 一共花了700多块钱 马先生说 车胎到货后和店铺合作的修车店给换了上去 到目前大概开了两个月左右 然后我7月初的时候就胎扎破了 去补胎的时候发现就是这个胎有点问题 它这个胎有点薄有点软 然后颜色泛黄的 马先生找到附近一家邓路普轮胎专卖店 卸下了轮胎并买了两个同尺寸同型号的新轮胎 现场进行了对比 工作人员说 同款轮胎在出厂时重量基本一致 可以通过称重看看两个轮胎的区别 首先称了一下门店刚买的新轮胎 8.63 工作人员又称了一下马先生换下的旧胎 8.36 8.37 马先生说 除此之外 他还觉得天猫购买的轮胎偏软 马先生同时按压两个轮胎 旧胎明显变形 不管是称重还是按压 因为一个是新轮胎 一个是旧轮胎 代官完好 马先生说两条轮胎条码清晰 外形也无破损 不过对于当时轮胎上是否有合格证 他已经没有印象了 天猫养车官方旗舰店的工商信息显示 企业名称为杭州天猫车站科技有限公司 马先生说 他和店铺沟通过几次并提出退款 对方提供了一张发票 表示保证全新正品质量 发票中可以看到杭州天猫车站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康仲气配有限公司购买了多条橡胶制品乘用车轮胎 记者在相关平台查询道 杭州天猫车站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就是江苏康仲气配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100% 我不认可 他那个发票的那个开剧方的话 我登陆普厂家那边联系过 他们也没有授权给这个厂家 马先生希望店家出示品牌授权书 现场他拨打了天猫养车官方旗舰店400客服电话 天猫养车官方旗舰店的话是可以保证所有的轮胎都是正品牌的 如果您有意义的话 建议您这边的话可以联系天猫养车官方旗舰店的在线客服 那你这边不是他们的那个在线客服吗 电话客服不是一样的吗 记者通过旺旺联系上天猫养车官方旗舰店的在线客服 并提到了马先生的诉求 对方表示何时以后再回复 那我们是通过他旗下的这些经销商来获取的这个代理 他装的这个时间是在5月7号 距离现在也就是马先生反馈的时候现在是大概两个月的样子 只要是轮胎 因为它是耗材 它只要是落地形式 它一定会有磨损 但对于这个磨损可以用专业的设备去进行建议的 那么只要在这个范围纸之内 它都可以判定是正常的 或者是说单纯的就是凭它的判断 那这个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作为它作为过渡模型的这个依据 就是轮胎它本身是个橡胶制品 那它的软硬的程度和后面使用过的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是判断商品 这到底合不合格的一个标准 天猫方面提供了两张图片 首先是邓路浦轮胎授权重庆一家公司为代理商 重庆这家代理商又授权杭州天猫车站科技 在天猫养车零配件官方直营店做销售 他们表示销售给马先生的轮胎是品牌正品 无法退货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